王先生您好 美国媒体评价泽连斯基的亚洲行是很罕见的 他在新加坡会见了印尼总统 东地问总统 新加坡总统和总理以及美国防长等人 参加完相会之后又访问了菲律宾 泽连斯基千里迢迢来到亚洲带着什么样的目的呢 确实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次亚洲之行 他的日程安排还是非常的紧凑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在参加相会期间与多国领导人包括高官举行了会谈 而且还要访问亚洲国家菲律宾 总体来看 泽连斯基他这次亚洲之行 他要达到多重的目的 他有多重的意图 首先来说 其实一直以来 乌克兰方面他要利用多个国际场合 去不断地宣传自身的处境 去包括宣传自身的主张 能够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那么相关俩对话会 这个平台在他们眼中就非常的关键 过去曾经参加是用视频这种形式 那么现在直接到新加坡去参加 这个相跟里达对话会 并且发表这个演讲 就是要充分地利用 相跟里达对话会这样一个平台 我们说相会是整个亚太地区 乃至于全球非常重要的安全论坛之一 那么就吸引了每年有好多的各国的 军方的高官 包括一些相关智库的专家参加 那么在相会上去发表一个演讲 可以把乌方的一些观点 直接传递给这些军方的高官 包括各个智库的有关的专家 那么对于相应的决策 是否能够形成影响 这是乌方重要的一种考量 所以他重视相会这个场合 此为其一 另外一个就是通过一些双边 包括一些多边的一些会晤 特别是包括像与美国防长奥斯汀之间的会晤 那么泽林斯基可以把乌方的诉求 进一步的明确化 直接的传递给美方 包括他需要什么样的军事援助 需要什么样的全方位的援助 包括财政援助在内 那么什么援助要持续下去 什么援助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这都是他谈到的具体的一些项目 再者我们看到 在乌克兰的眼中 亚太地区相对来说 过去交往的频次比较低 交往程度也比较浅 但是亚太地区 他认为是俄罗斯的传统外交影响力 非常大的一个区域 所以在亚太地区去开展一些外交行为 应该说他也有对冲俄罗斯外交影响的 一层考量在里边 斯林斯基也是第一位 到访菲律宾的乌克兰总统 这次访问是受到了马克思的邀请 斯林斯基亚洲行特别到访菲律宾 您分析乌方与非方分别是什么样的意图呢 首先来说 这样一个双边的外交行为 代表了非乌双方它是互有需求的 双方两国之间 它有益于进一步的扩大双方的 共同利益的范围 包括双边合作的这个范围 通过目前透露出来的一些消息来看 因为过去双方之间的交往并不密切 所以现在他们所能开展的合作 更多的是小切口的合作 比如说菲律宾提出可以向乌克兰 去派驻一些心理医生 乌克兰方面也提出了 像菲律宾的一些农产品出口 包括食品安全问题等等 总体而言双方应该说是以经济领域合作 为出发点和重要的一个切入点 慢慢去寻求探索更多的可挖钱的空间 未来是不是可以有经济逐步的转向防务 这个尚未可知 但是都是双方会谈当中 双方所谓合作当中重要的项目 当然我们要看到这次会谈是在相会之后 紧接着相会 相会过去传出消息说两个人准备 在新加坡建的没有建成 那么这次直接跑到马尼拉去建了 就代表双方都是有言有未尽之处 相会上没有讲的或者说不方便讲的 大会不讲 那么在马尼拉的小会上去讲 所以从这次双方的会晤来看 很显然 泽连斯基在指东说西 这个马克思在指西说东 泽连斯基他对于亚太问题 这个关注其实很多 他是服役表明更重要 他当然是关注当前的欧乌冲突 关注欧洲的局势 所以他介于马克思 特别是介于菲律宾 他是美国的军事盟友 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域 他要向美西方传递一个信息 因为乌克兰方面在近期以来 对于美西方援污力度出现疲态 这个问题 他一直是怀有不满的 所以他通过间接的这样一种方式 去传递这样一个信号 他的不满主要就是 我们过去谈到红黑之争 就位于红海附近的以色列 和位于黑海之边的乌克兰 对于美西方的军事援助 它其实是存在一个所谓竞争关系的 就一块蛋糕一刀切下去 那么如果给A多了 那么给B的自然就少 所以这个泽连斯基说 同样都不是北约的盟国 不是北约成员 为什么美西方要厚此薄彼 所以他要传递一个信号 对于马克思来说 他要借这样的一个场域 去传递一个信号 因为与泽连斯基谈 肯定要谈到地区冲突问题 那么他就会引入亚太地区 潜在的局冲突 而且马克思他还预设了一个冲突场景 在相互期间他明确表态 说在未来可能的所谓南海冲突当中 如果非方人员死亡 那么他就视同于战争 也就意味着 马克思他代表菲律宾 似乎正在去定义和定性 所谓战争行为 这样的一番表态 其实是给美国去释放一个探测的气球 那么有关的媒体记者也询问了 也采访面询问了美国防长奥斯汀 奥斯汀在这个问题上 他是故意的去推脱 而且他提到了美非共同防御条约问题 但是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一贯的是言辞含浑 语意模糊 就没有达到非方所想要的效果 所以这次马克思通过与泽连斯基的会谈 释放的一个信号 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再确认 进行一个追认 然后希望美方能够就美非共同防御条约问题 包括所谓协方菲律宾做出终极表态 马克思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时 还表示说 俄乌冲突的解决方案 不仅仅适合乌克兰 也适合世界其他地区 您如何来解读马克思的这番言论 首先我们要看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说的冲突解决模式 到底是什么 其实他所谓这个模式的一个核心的要义 就是外部势力的干涉 具体而言 就是外部势力要干涉当地的事物 干涉地区事务过程当中 一方面是对于冲突其中一方 给予大量的军事 以及财政支持 而对于另一方 展开无所不用其极的集体制裁 这是他提到的所谓冲突解决模式的真相 和他要描摹的这样一个框架 其实马克思在这样一个场合 故意这样说 他是要把俄乌冲突场景 他试图把它转移到南海 让人们去发挥相应的一个联想 具体的目的 一方面他是要在南海问题当中 导入一个所谓的三化 这个三化第一个 他要引入域外的势力 先是间接引入 导入南海局势地区化 也就是不只是菲律宾这样一个南海声索国 在黄岩岛人爱交等一些特殊点位去挑事 还要让其他一些声索国 在南海不同的点位 同时的去挑起争端 去挑动风波 另外再有一个 就是他要把这个域外势力大股的 去介入南海问题 引入南海相应的这个场域 去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 那么除了美国这个域外大国之外 那么相会 还有其他一些参加方 比如说一些亚太的国家 像日本 澳大利亚 都希望让他们介入争端 再有一个就是 我们看到与泽连斯基谈 泽连斯基在欧乌冲突当中 很大程度上 他是仰赖于北约国家的支持 那么近年来 一些北约国家 比如说英国 法国 德国 都试图把他们的军事力量 不断地向亚太地去介入 那么试图推动南海问题的 所谓全球化 这也是他重要的一个不良的企图 再者呢 他要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表态 去不断地去冲击 去掏空中国与东盟国家 通过共同努力 换来的当前南海问题 总体稳定可控的 这样一个局面 中国与东盟国家 通过这个合作 通过磋商 搭建平台积累共识 现在这个南海的局势 这种总体稳定 是来之不易的 这其中也有菲律宾的参与 但是菲律宾非要把域外的势力 让它介入进来 以此呢 导致这个地区问题出现 军事化 包括出现军备竞赛的风险 这一点啊 我们讲是非常的不负责任的 还关注到新加坡防长黄永宏 在相会发表演讲时说 台湾并不是乌克兰 中国大陆呢 也不是俄罗斯 将台海问题类比成 俄乌问题是错误的说法 新加坡防长的言论 您怎么来解读呢 这番言论反映了 亚洲国家怎样的态度 其实新加坡防长黄永宏 这番言论呢 还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代表了这个亚洲国家的 一个普遍的观点 也代表了东盟国家 普遍的一个认知 首先来说 提到了俄乌冲突的问题 俄乌冲突 它虽然有非常复杂的历史经纬 但是它的性质 是两个主权国家 之间的冲突和争端 这一点呢 台湾问题与欧冲突 有着根本的不同 台湾问题 纯属是中国的内政 这也就代表着呢 从新加坡防长的 这个言辞里面 就可以看出 一个中国原则 是当前国际关系的 一个基本准则 那么一个中国 这个事实呢 又是国际社会的 一个基础性的认知 一个最基本的认知 另外一点 也反映出了 这个东盟国家呀 包括新加坡在内 东盟国家 对于整个地区事态 可能出现紧张化 这样一种担忧 那么存在这种担忧呢 所以相应的这个表态呀 也会非常的务实 非常的理性 我们看到 当前是什么样的势力 在把欧冲突 与这个台湾问题 强行的要联系到 一起展开所谓的 这样一种类比 就是西方媒体 包括西方一些政治势力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呢 一方面当然是把这个 整体亚太地区局势 给搅混 把水搅混 试图浑水摸鱼 另外再有一个呢 我们还要看到 就是美国当前 拜登政府 印太战略 进入一个深度推进的阶段 这其中 他就要把一些地区的热点问题 包括这个台海局势 南海局势 产生一个两海联动 乃至于加上东海 产生三海联动之势 那么这样的一种态势 对于整个地区的合作 和共同发展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 很可能给地区形势 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和不可预测性 所以呢 新加坡防长这番谈话 也代表着 这个地区国家 对于这样一种可能的态势 它是非常防范的 让所有人都要学校 不可能的 要有地区 不可能的 但是 在这个地区 不可能的 你 你 我 你